随朝末年的洛阳城 有一户陈家 府上夫人刚产下一个男婴 全府上下对这个孩子十分疼爱 为他起名为陈一 陈一中岁之日 陈府大宴宾客 一位法相庄严的大和尚登门拜访 他伸手摸了摸陈一的头 小陈一也冲着大和尚笑 琳琅年幼聪慧 今后若能归依佛门 必是法门龙相 说吧便大笑而去 陈老爷惊疑追出门去 还想再问些什么 大师请留步 大师请留步 大师 一晃十多年 陈一长成了小少年 他经常梦到那个和尚 叫他背佛经 因此陈一小小年纪便一心向佛 通晓佛法 在他二十岁那年 陈一不顾家人的反对 往寺庙 落法出家 法名 玄藏 玄藏苦心修行 颇数尽忠 一夜 他在庙中的一座观世音菩萨 向前打坐禅思 忽然一束金光 照到佛像身上 玄藏见到梦中的和尚 从金光中走出 若知真性 须究本溯源 西方世界有佛陀真经 若能寻回真经 可避邪驱魔 保佑国土 滋润万民 说完 和尚与金光一同缓缓消失了 玄藏心中明白 那和尚就是菩萨所化 识点自己前去西方寻找佛经 他随即动身 踏上了西行取经的道路 玄藏从长安驻法 一路来到瓜州城 正予以胡人卖马 胡人只意要玄藏 买下他的一匹瘦弱老马 玄藏无奈 只好买下他的马 马儿 今晚我们在城中歇上一程 明日 我们喂好你凉水再出关 可怜你又老又瘸 还要跟我西行取经 那马儿好像能听懂玄藏说话 突然扬紧袍蹄 发出一声惊扬的森鸣 卖马的胡人叫九罗多 他心想 这快死的病马 怎么突然精神起来 莫非是遇到神子吗 大师 这大漠朝年风沙 没有本地人带路 你是走不出去的 明天我有空 就为你带个路吧 那就有劳施主了 第二日早上 两人走在大墓中 轰然面前出现了一群土匪 要想活命 把银子都交出来 请神僧先走 我来对付他们 可玄藏没有走 只见他双手 合十闭目 再次念宗 观世音菩萨名号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土匪肥的身材 这一群人 就要动手 可就在棍帮扬至半空时 西边天空巨风风啸 黄沙漫天 一个土匪指着天空大喊 不好 沙尘暴来了 众人一见就要逃走 此时天空黄沙集聚 飞舞的黄沙缓缓画出一尊观世音菩萨像 菩萨诸身雷电交加 弄不远征 生出三百六十个手足 拿着三百六十样兵器 俯身向他们赤鹤而来 而等心生恶念 打劫路人 命令们放下狐刀 念佛回过 走上正途 若再犯定不清朝 土匪们纷纷放下手里的刀棍 对着佛像跪拜 谨遵观世音菩萨法旨 谨遵观世音菩萨法旨 很快天空黄沙散去 晴空万地 土匪们再也不敢动邪念 与九朵朵一路互送玄奘走出大漠 数年后 宣藏带至真心回到路阳 此时已是大唐年前 他在大唐广宣佛法度化世人 此后大唐明风清正 人们一心向佛 各地纷纷修建观音庙 百姓日日参拜观世音菩萨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就是 一如观音